我們在準備婚禮要表演的歌的時候 一直在想我們勝場誰的歌 然後發現我聽的歌手的歌很多 但是他只喜歡王力宏 你補充一下你喜歡王力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王力宏長得像我這樣 是這樣嗎 反正他就說什麼高中女生啊 賣紅豆瓶的阿婆 都覺得他很像王力宏的 那我們在找王力宏的歌選一首 比較代表我們新進的歌去做呈現 就發現 《拆米油鹽降素茶》這首歌 他講到平凡的幸福 就是不求 那種浪漫愛情劇裡面的情節 但是只要平凡的 追求共同的生活目標阿西 分享生活的一切就很幸福的感覺 所以就選這首歌 當時我是在完全不會彈吉他 完全不懂音樂的旋律的情況之下 買了一把 第一次買一把吉他 然後從頭到尾硬煉起來一首歌 所以在兩個月之內 從不會變成他們一首 自彈自唱一首歌的 因為那時候要練習的時候 因為要克服上台的恐懼感 所以就 在公園裡自彈自唱阿 然後找同事來阿 然後上班之後把吉他帶到公司去 然後同事聽我唱歌阿 然後就很搞笑 然後最後沒有好朋友練到不走音 然後再上台 反正我練什麼都被他笑 唱歌走音跳舞會忘記 可是我還是很有感的陪他練這一段 對啊對啊